第二个问题 少数强国 横行霸道 动辄事务 使平民经历众生屠卢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战争政策的制定者 他们将受怎样的因果报应 希特勒也曾不可一世 可是最后一世万年 今天希特勒应在何去 造极重的罪业 果报都在阿比地狱 这些事情在中国 在美国 我想世界其他十多国家地区 有特意功能的人不少 我们一般人讲究神通的 这些人有能力见到地狱 看到地狱 有能力看到这些人现在在哪里 我过去在美国 迈阿密奖金 迈阿密是美国很奇怪的一个城市 奇奇怪怪的人很多 那个地方也是美国毒品销售的中心 什么样的人物都有 我在那里讲经就会遇到有些通灵的人 告诉我 都在地狱 都在受罪 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要了解 为什么会有这些人 出现 这是众生造作不善业所感到的 决定不能怪别人 也敢吗 身在太平 甚时 决定是过去身中 造善业所感到的 我们身在乱世 过去身中造不善业 感到的吗 可是真正修行人呢 善业也好 不善业也好 关系不大 善业 是顺应 善业 沃业呢 我们遭遇的 可以说是逆经 逆增上业 都能帮助我们成就 我们身在这个水生活热之中 更应当加紧努力 深入金藏 依旧风险 我们自己寻找一条出路 这样才好 吓唤 爹 我 你 你 他 我 我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